因为疫情而延宕的医院评鉴将在5月重启 各医院为了评鉴卯足全力 但台大医院被爆出 院长吴明贤亲自下达了员工出国禁令 表示在5月到7月评鉴期间 院内同仁新申请 这段期间出国案件除了公务需要 原则上都暂缓至评鉴完成为止 信建议处也引发了部分医护的反弹 台大医院企业工会向院方提出了三个诉求 包括撤回出国禁令 也要求院长公开道歉 而院长除了火速发第二封信灭火之外 院方也诚心不会禁止同仁休假 疫情三年多 第一线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盼到出国机会 但却爆出台大医院限制医护人员出国 17号院内员工们收到一封台大医院院长信 提到因应本院5月至7月评鉴作业期程需要 即日起院内同仁新申请该段期间出国案件 除了公务需要 原则均占缓至评鉴完成为止 因为新冠疫情缓和 使得已经停办多年的医院评鉴重新恢复 但这封院长信引发医护不满 台大医院企业工会表示 接获不少台大医院员工担忧自己安排好的出国行程受影响 对此工会提出三项诉求 立即撤回出国禁令 若驳回申请给予全额补偿 并要求院长立即公开道歉 医療品质区是有关大家的人力充不充足 反其道而行的是 因为大家要因此来竞价来加班来配合这个评鉴作业 第一天其实非常的震惊跟错愕 就是说怎么会突然颁布这样的公告 工会透露台大医院相较于其他医院出国申请审查严格 希望院方重视医护出国基本权利 而台大医院院长随后发第二封信 也强调适逢停办数年的医院评鉴重新恢复 是提醒同仁用心落实医疗品质 希望各科主管们积极提前因应安排 并未限制同仁休假与请假 只不过院内人心惶惶 担忧提出申请会被刁难 判好久的出国休息 如今为了评鉴恐怕又无法成行 记者杨祥远黄明胜台北采访报道